Hello大家好,很久沒跟大家介紹Hugme店有什麼新品 今天來做一個Hugme店廣告篇,我們入了一個organic的品牌 因為,沒有聲音,因為當中由Hugme店開張到現在 都有很多很多女生問我有沒有organic的選擇 還有有沒有孕婦用得的品牌,現在有了 所以要開一個影片說一說,如果你對organic的產品有興趣 又或者你是新人媽媽,想找organic的品牌去用 During your pregnancy,也可以看下去 其實如果你有跟開我的影片很久,應該這個品牌是你陌生的 就是Sea Flora,是一個加拿大的品牌,它的產品都Made in加拿大的 因為我見過他們的品牌創辦人,其實品牌創辦人的兒子 應該這樣說,當時他告訴我,他們好像在加拿大 某一個coast那裡有一塊地種Sea Wheat 所以他們是用海藻去研發他們的產品 所以整條Line裡面,他們都叫做 Wild Organic Sea Wheat Skin Care 主要的成分就是海藻 海藻其實有很多Nutrition在裡面 而且是很好保濕的 所以未來秋冬也會很適合 而且我喜歡他們的產品Texture 是很輕身,不會有很黏的感覺 所以我弄了這麼久就引入這個品牌了 現在去看看暫時Hut Medium有什麼 說多一句關於這個品牌 正因為這個品牌是有機,所以它裡面沒有什麼有害成分 所以如果皮膚非常敏感或者有玫瑰座瘡 或者孕婦都可以適合使用 如果你不是這些皮膚是Normal 即是沒有什麼敏感的皮膚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用,那些皮膚都可以用,當然可以用 現在先說說第一件產品 就是它們的洗臉產品 這個叫Sea Foam Cleansing Concentrate 其實大家看到,很稀身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會不會很黏 不會,它是很稀身的 我通常是乾手乾臉 擠出來給大家看 這樣吧 乾手乾臉,擦開它 它沒什麼泡的,因為它天然 所以沒什麼泡的,但它洗得乾淨 擦完之後就過水,我現在前面沒有水 我用紙巾擦了,過水 洗完之後你會覺得臉是柔軟保濕 還有有清爽的感覺 即是沒有東西沾著你的臉 所以你不會覺得乾的 所以這個很多皮膚都適合使用 無論是出油的皮膚也好 你會乾的皮膚也好 你敏感的皮膚也好 其實都適合使用 洗完之後的感覺是摸到臉柔軟滑 有保濕感,但不乾 就是這樣 接著就到它們的神仙水 這個就是它們的Sea Spray Splash Toner 就是它們的精華水 不是toner這麼簡單,它是精華水 因為它裡面有很高濃度的海藻成分 所以它是超級保濕的 還有我給大家看 質感沒有普通toner按水 是稠一點的 雖然它都稀身 但它是稠一點的 你要按一下按摩 不要用這麼多 剛剛擠多了 按一下按摩 皮膚吸了 你會感覺到即時有很多水分 我要塗它在手上 大家不要擠到我這麼多 這樣 這樣 咳了之後 沒有黏黏感 亦都不可以塗了一陣風 是感覺到皮膚吸緊 而且是很保濕 即是你突然間吸了很多水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star item 非常非常保濕 當然它的價錢不是很便宜 但要記住它是精華水 所以它的價錢不是很便宜 還有Sea Flora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們的氣味是很天然 很海藻的 好像紫菜味的 我店長說的 好像紫菜味 但是如果你用了自然的產品 你自己是會喜歡的 因為那種感覺其實是很清新的 沒有什麼自然的成分 不會聞到很香的 但反而就很Raw 我自己有一個朋友 很喜歡有自然的天然產品 它自己聞到這股味的時候 就覺得 OK的 很香 很Raw 但如果你還沒用開的話 你可能初初用的時候 會覺得 這樣 我自己初初用的時候 不過用了一下就OK 我現在說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吸光了 即時看到明亮了 而且紋都沒有了 去到精華素 精華素是兩款 一款是 給會出油的皮膚 我會在資訊欄中寫下 大家不用緊張 就叫做 Balancing Concentrate 這款是給出油的皮膚 這款是 Potency Wheat Serum 之前也說過 是給乾皮膚 保濕的 其實分別在哪裡呢 很簡單 Balancing的 顧名思義 令水油平衡 它的質地輕型一點 這樣 看見都很Like 很透薄的質感 但塗在上面 你覺得是有塗的 而且它會幫你水油平衡 如果你是會出油的皮膚 這個就適合 因為它會幫你做水油平衡 讓你不夠水的地方 多水 然後多油的地方 因為夠水 所以少油 就是這樣 又是給它一陣子吸收 感覺上是沒有滑 但沒有什麼黏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會喜歡 比較犧牲一點 另外這個 Potency Wheat Serum 這個就是給乾性皮膚用 乾性皮膚就像我這些 我會用這個 通常都會用這個 我管家就用這個 它出油 我自己就用這個 這個純粹是保濕為主 我這邊有鐵紙 所以我不 這樣 都是犧牲的 糟了 看到嗎 這樣 都是犧牲的 但保濕 對 很推得開 一會兒吸收了 吸收完之後 你摸上皮膚 是很柔軟 因為乾性皮膚都是很粗 很粗 摸上好像很粗 但我們想有Chief的感覺 是柔軟 柔軟和Whaar 這個就做到了 塗完之後 你覺得 都保濕 吸收完之後 摸上去是柔軟和滑的 所以 為什麼有一個差別 因為一個 是平衡 是會出油的皮膚 所有平衡 另一個 Potency Wheat 就是乾性皮膚 去到 Moisturizer 都有分 有兩款 Ritch這款 就是會出油的皮膚 而 Softening這款 就是給乾淨的皮膚 對 兩者的質感都有不同 這個 灌名思維 是Moisturizer 即是面霜 最後的步驟 鎖住所有東西 還有帶一點滋潤感給你 Ritch這個 是這樣的 稀釋一點 稀釋一點 一會兒很快便吸收 吸收完之後 又不會有 但有一點 你覺得 我是塗了東西 但摸上去不會黏手 這個Softening 就比較是 一個 Lotion 啫喱狀 給乾性皮膚去溶 Texture 可以說 厚身這個 一個少許 對 就是這樣 但也不厚身 比起普通霜 也不厚身 又是 我很喜歡它們 塗完一會兒 就已經吸收了 吸收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 保濕 有塗東西 但又不會覺得 很黏 很怕爆粒 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 是好 而且 其實用了 這個 基本的產品 一旗 你會發現皮膚 柔軟 有明亮感 因為水 有明亮感 而且不會那麼乾 所以是好 然後到眼部 眼部有兩個產品 針對不同的產品 但當然可以一起用 一個是 IC Relief Serum 這個是眼部精華素 對抗黑眼圈 而這個 是C Therapy Contour Gel for Eyes 這個就是眼睫 給收緊 眼腫時收緊 和去細紋 兩個質地 都是非常非常輕盈的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 會不會出油脂 這隻 就不會 因為其實 裡面 質地很輕盈 你不用怕 會黏著皮膚 你看看 Eye Serum 就是這樣 對 待會就吸光了 還有我覺得 它吸光後 有些東西在那個位置 但又不會黏著 而且我用了一期 我看到黑眼圈 淡了 沒有就沒什麼可能 但這個 另外這個 C Therapy Contour Gel for Eyes 這個 就是一個很稀身的眼睫 是這樣的 這個 收緊功效 是非常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它是這樣的 但它是夠零的 它補到濕 但不會黏著你 然後你塗了之後 如果你那期很累 眼腫 或者你不夠睡 或者你哭完了 或者你 不知道 新媽媽 或者準媽媽 整天可能睡得不好 眼睫有一點點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你一塗上去 你會覺得它已經收緊 你會覺得是緊緊的 但是它保濕之餘 去到細紋之餘 它又不會令到你 那邊好像令到 那邊 變成一層油 所以 good to try 最後一件 Sea Flora 產品 就是它們的 Light Facial Mask Mask 原本版的精神面膜 我都很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面膜 自己敷的時候 就這樣用它 不用其他東西 就這樣用它 其實會看到有明亮的效果 臉色好 還有收到少許毛孔 所以 所以叫它精神面膜 沒有錯 原本的精神面膜 有時候我想就是 譬如準媽媽 或者皮膚比較敏感 經常很紅 或者樣子好像有點殘 敷這個也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幫你降少許紅 令臉色更均勻 還有看起來精神 這個沒有保濕的功能 但是 有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如果你用它的Potent Serum 即是保濕那支 你可以 跟它兩次混合 混合完 敷上臉上 就會變成保濕精神面膜 對 其實就這樣用這個的時候 用法都很簡單 薄薄的一層 敷了在臉上 10至15分鐘 過水完成 如果你要兩次混合 都很簡單 首先 尿一坨在掌心 或者尿一坨在盒子 隨你自己喜歡 然後我自己的方法 就泵兩下這個 塗上臉上 又是10至15分鐘 吸完之後 就清洗了它 就完成 兩次混合的效果 除了有收緊毛孔 精神 還會加強保濕 所以我覺得這個面膜 好玩的地方 就是給我一個選擇 我喜歡保濕的保濕 不喜歡保濕就這樣用它 好快和大家分享完 這個系列的產品 希望給你一個選擇 亦都希望你清楚知道自己 可以選擇什麼去用 我們下次再說 拜拜